哈囉大家好我是菲英 距離最高只剩幾天而已 不知道大家會考準備如何呢 在前幾週我們有上傳了一支會考準備的影片 在影片裡面我們有提到希望大家至少可以提早一週 準備好你要帶的物品 後來就我同學私訊我說 欸菲英所以到底我要帶哪些文具 還有哪些物品去會考啊 因此這次我們就花短短幾分鐘 來幫大家整理一下你去會考 你需要帶的一些文具 還有如果你的準考證不見的話 你的因應策略 如果你已經都準備好了 也可以透過這部影片做一個Double Check 事不宜遲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介紹吧 文具的部分我們等等會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你一定要帶的 第二種則是你不一定要帶但是帶了 對你可能會有幫助的類型 第一個一定要帶當然就是我們的筆了喔 那筆的部分你帶兩種就可以了 第一種就是我們的二筆鉛筆 第二種則是黑筆 那二筆鉛筆的部分個人建議你選那種畫卡用的 OK不要帶自動鉛筆 因為有些人會太緊張 寫一寫那筆心一直斷一直斷 你越斷你就越焦慮 你一直焦慮你就很難用平常心去面對考試了 所以建議你就是用那種畫卡用二筆鉛筆就好了 至於黑筆則是在你寫作文還有寫數學的非選題時會用到 黑筆的部分我個人是建議你選0.5到0.7的按壓式原子筆 不要選那種0.38有筆蓋的類型 因為如果你選有筆蓋的它如果掉到地板上 你還需要請監考老師來幫你撿 另外這種0.38有時候一摔就斷水了 如果你今天運氣不好出門沒有拜拜 媽祖沒有寫女救天神女沒有降落 就GG了 所以我們還是保險起見 選這種0.5到0.7的按壓式原子筆就好了 好不好 那我個人就會買這種比較便宜貨的原子筆 就是你在一般的文具行都買得到 可以給你參考一下 那既然有筆的橡皮擦和立可帶 肯定是不能少的東西嘛 畢竟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到完全沒有食物 所以這種修正用工具是絕對要帶啦 這個不用懷疑的 接下來我們再次提醒一下數學科你可以帶的文具 你可以帶文具就是直尺三角尺還有圓規 兩角尺是絕對不能帶的OK 那以上這些就是你一定要帶文具 可以的話我希望你至少準備2到3組 尤其是在筆修正帶還有橡皮擦的部分 希望你至少可以準備兩份以上 不然只要它掉到地板上 或是它正好快掉的話 你就沒有筆可以用了 變成無筆之土 所以啊多準備一些至少有備無患了 好嗎 剩下就是你可帶可不帶部分 個人建議你準備一個透明的筆帶還有軟墊 雖然你可以把所有筆全部都插在你的口袋裡面去考試 沒問題 但是插滿筆的口袋不禁很不舒服 還有很容易就掉東掉西 所以建議你找一個鉛筆帶 把你的證件和文具全部都撞進去 這樣你在檢查的時候也會比較方便一些 那為什麼我要叫你準備透明軟墊呢 那這個是因為 每個地方的考場它的桌子都不一樣 有些考場的桌子 已經被他們原本班上的同學戳得淺衝白孔 在畫答案卡或是寫作文時 你一不小心就會砰就戳到那個洞 那運氣好一點 你可能就是自己比較歪七扭八一點 那說運氣不好咧 你就直接把考卷戳破洞咧 那為了避免這種悲劇發生啊 所以我個人還是建議你準備一張短墊 防患於未然 再次提醒有備無患 另外記得戴你的手錶 透過手錶可以確認你還有多少時間可以作答 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檢查你的題本 比較不會因為時間而產生焦慮 手錶選這種指針的或是選電子錶都沒有問題 但是但是但是不要戴小米手盒或Apple Watch進去 這種裝置是不行的 所以千萬不要順手帶著你的小米手盒走進去 這次要被扣分的 OK 那如果你已經看到這邊了 我個人最後會再建議你戴一件博外套 因為目前每一個市場都是冷氣市場 而且每一間的溫度都開的不一樣 所以準備一件博外套 才可以避免你出現因為寒冷 而精神無法集中的狀況 當然如果你有過敏狀況的 記得帶衛生紙進去 但請你確定你是過敏不是確診啊 自己注意身體健康好嗎 好最後最後我們要講一下 如果你準考證不見要怎麼辦 這個就牽涉到我們叫你要帶的東西了 首先你一定要帶你的書包 準備一張跟你的準考證 一模一樣的大頭貼照 你準考證交上去是什麼大頭貼照 你書包就準備一張一模一樣的照片 不見時就請你帶著你這樣多準備的照片 還有你的身份證件去你們考場的事務中心去申請補發 如果你不知道事務中心在哪裡要怎麼去的話 請你們學校的帶隊老師或是那邊的工作人員帶你過去就好了 就希望大家都不會遇到那麼衰的狀況囉 祝各位都可以馬到成功 平安順利的考完這次會考 好 那今天關於會考文具準備的介紹就到這邊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會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麻煩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玉 我們下次見 掰掰